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喊出了征服宇宙政见 果真下个星期8月29号 美国太空司令部就会正式营运 负责太空战力的部署和太空坐镇指挥 被认为是要来对抗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崛起之后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幻幻电影中新建的外太空 选拔较近看谁能够征服宇宙 而在美国总统川普一声令下 美国说要建太空军成为美军第六个军种 预计将在2020年建立成军 而下星期就先正式成立太空司令部 负责美国宇宙军的作战指挥 坐在台上的就是美国太空司令部官员们 美国国防部表示太空司令部是负责作战指挥 包括太空战力部署和指挥作战行动 太空军要维持美国在太空的领先地位 被认为就是要对抗冷战过后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太空威胁 因为中国激起直追不但早发射人造卫星 太空实验室入轨 更成为世界第一个国家 让无人探测器探测月球背面 严重威胁美国数十年台空霸主地位 如今美国希望借成立太空司令部 把目标放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 并且率先登陆火星 独自新闻秋巢 瑞玲培一报道